不熟我就不评价了 普一这个人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历史啊 历史书啊 就是把他丑化了 然后呢 他在建国之后为了自保呢 他也写了一大 也写了一个混一录 然后呢 自我的推脱责任 他把自己描写成一个傻瓜 笨蛋 然后呢 认为 说了一大堆推卸自己罪责的话 然后呢 说自己都是被日本人骗了呀 说自己性格比较懦弱啊 其实呢 说自己不懂不懂事情啊 不了解国家大事啊 如此类 实际上普一呢 也是一个很精明的人 他比如说 他在宫廷政变之后啊 他知道怎么去跟北洋政府交涉啊 他知道怎么样把所有的太监都弃足出宫啊 他其实 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一个 也是一个很有想法的政治家知道吧 但是 在建国之后那种气氛下 他要是不这么污蔑自己的话 要是 不把自己描写成傻瓜的话 他几乎是活不下去的 嗯 所以呢 普怡是个 其实是个挺聪明的人 以后历史会给他一些评价的 然后也会脱离他留下来的回忆录 然后我们会看到真正的一个溥仪 就这样子 啊 现在的现在的你们你看的那个 看的电影啊 末代皇帝啊 还有电视剧啊 末代皇帝溥仪啊 这些东西呢 都是根据 呃 他的自传写的 但是那个自传呢 他是为了救命 然后把自己写得特别笨 特别蠢的 但实际上他不是的 假如你去看他 大量的公文批示啊 跟日本人的斗争啊 跟自己手下大臣的交流啊 你就会知道 其实 末代皇帝溥仪是一个挺聪明的